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今日灣區 首先帶您看到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 大鵬車難民仍北進川普提改革庇護制度 春普否定藍色浪潮 中期選舉參院關鍵選站盤點 五哥包庇高層性親仇們 全球員工大罷工 加州屋主呼籲否決10號提案 捍衛房產權 週四下午 川普在白宮發表專門針對 邊境大鵬車難民問題的演說 提到要改革美國的庇護制度 要申請庇護的人將必須合法進入美國 以此杜絕違法越境的行為 與此同時 美軍也正在邊境部署 協助執法人員防止非法越境 根據週四的最新消息 經過墨西哥想前往美國的大鵬車難民 有四個團 總人數可能高達6000人 川普批評民主黨政策是造成邊境開放的主因 呼籲選民在中期選舉時為共和黨投票 目前美墨邊境已經有國土安全部安排的邊境巡邏隊 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等部門的執法人員 國防部表示最多可派8000人到邊境支援執法 而目前也有超過7000名士兵部署到邊境 而川普總統則希望最多可以派遣15000名士兵 我們在支援安全安排局的主任 我們在支援安全安排局的主任 裝備有器械設備的美國軍人已經抵達圣安東尼奧 並在德州開始行動 新唐人記者李紫玉綜合報導 距離美國2008年中期選舉還有5天 川普總統其兩黨高層都積極奔走 為各自的國會和州長的參選人拉票 外界也不便認為 本次中期選舉 共和黨將很可能在參議院擴大優勢 下面一起來看看當前參議院的關鍵選戰 本次中期選舉 國會參議院1 3分的席位 也就是33的席位將會改選 川普今晚將在密蘇里州參加助選活動 為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參選人霍利站臺 目前霍利交對手 民主黨現任參議員麥卡斯基爾 在民調結果上只相差2% 政策方面 霍利要為中產家庭徵回權益 比如減稅 麥卡斯基爾則主張加稅和開放邊境 另一個相當膠著的參院協位爭奪在佛州 現任州長斯科特任期已滿 今年競逐聯邦參議員 挑戰民主黨籍現任參議員納爾遜 目前二人的民調差距在2% 民主黨想要保住現有這個席位 而共和黨則將此看作在參院多贏一席的機會 田納西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 與民主黨挑戰者前州長布雷德森的民調差距為6.8% 月初 川普曾赴田納西為布萊克本站台 布萊克本在國會職涯初期 以領導眾議院共和黨人調查美國計劃生育協會而聞名 如果她能夠勝出 將成為田納西州歷史上 第一位當選的女性聯邦參議員 我認為紅風已經死了 實際上 我認為我們做得非常好 看似我們會贏了議院議院 非常重要 前副總統拜登 今天則先後去到北達特他州及密歇甄州 分別為民調落後的現任民主黨籍參議員 海特·查普和斯塔貝諾駐選 其一位美國人和美國人 他們的關注不在哪些政策 是關注不在誰勝出的進行政策 他們的問題是關注的 他們的情況 如何是考慮的 二年後的特朗普 中共的經濟運作得好 很多人認為人們是做的 國家是做的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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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過 這是一個難度的�場 是為了 經濟空派通的 他們以為他們的說明 他們沒有很強的道理 他們沒有一個正確的計劃 他們正在做的是 重視川普和共產黨 新唐人記者李瀾 紐約報導 上週 紐約時報一篇 揭露科技巨頭谷歌 包庇公司高層性情醜聞的文章 引發爆炸性的效應 週四上午 包括谷歌總部 硅谷山井城在內的 全球部分公司的員工 發起一小時大罷工 表達對該公司處理性騷擾事件 方式的不滿 經報性情醜聞 員工不再沉默 在谷歌硅谷山井城總部 各園區的員工放下手頭的工作 聚集在一起 以罷工的方式表達不滿 紐約時報10月26日爆料 谷歌前高管 有安卓之父之稱的安迪·魯斌 2014年10月離職前 被投訴曾性侵一名女下屬 隨後 谷歌的內部調查證實了此事 公司要求其辭職 並向魯斌提供了一份 高達9000萬美元的賠償金 但對內卻隱瞞了這起事件 調查還發現 在過去10年間 谷歌還先後包庇了三位 涉及性侵事件的高管 同樣以賠償金的方式辭退 參加抗議的員工對這一掩蓋 行為表示憤怒 事件曝光後 谷歌執行長 PXE向員工發布了內部郵件 雖然沒有正面回應魯斌的 性侵事件 但聲稱在過去兩年內 因性騷擾解雇了48人 紐約時報指著 今年10月 魯斌的前妻和他打離婚案時 對外曝光了這起性侵事件 但魯斌拒絕承認 據悉 週四當天 谷歌全球有三分之二的公司 都有員工罷工 他們向公司提出 包括公開披露 性侵透明度報告等多項訴求 新唐記者林肖然 硅谷山景城采訪報導 日前 美國商業雜誌福布斯 發布了全球100名 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排行榜 硅谷 臉書 谷歌 甲骨文等 多家公司的女性高層 都榜上有名 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些最有影響力的硅谷女性們 科技經營雲集的硅谷 不乏女性佼佼者 現年45歲的雪莉·桑德伯格 在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當中 排名第八 她在2008年至今 擔任臉書首席運營官 加入臉書之前 曾是谷歌的副總裁 她還曾任職美國財政部 蘇傘·奧斯基 是谷歌旗下YouTube的執行長 在這一榜單當中排名第九 她是谷歌的元老级人物 谷歌正是在她家的車庫裡孕育而生 她也曾主導谷歌 收購YouTube 奧斯基現年46歲 她已是5個孩子的母親 現年39歲的梅莉莎·梅爾 排名第22位 她曾任雅虎的執行長 她不僅精通技術 還多次登上時尚雜誌 她還曾任職谷歌擔任高管 據說谷歌Logo字母的彩色字體 就是來自她的創意 今年39歲的她住在帕羅奧特 此外 入圍這份榜單的 還有甲骨文執行長卡茲 蘋果公司零售部門副總裁阿倫茲 以及谷歌的財務長布拉特 和喬布斯一雙 勞倫·喬布斯等 新潭記者金亞蘭 綜合報導 加州10號提案爭議持續的延燒 在南加洛杉磯 有房地產人士和屋主認為 該提案將使政府大幅掌握人民的房產權 並且進一步的衝突和粉碎 許多移民在美國安身立命的美光猛 在洛杉磯中國城經營餐館的Alex Wang 對於10號公投提案 將可能實施的全面租金管控 感到焦急無奈 並認為該提案將導致 屋主或投資者撤離加州 幸好我父母也把錢花了足夠錢 去投資在市場上 所以我們把很多屋子都帶來 去投資在洛杉磯上 而這個租金管控制 會很嚴重的價值 我父母在20年代移民從亞洲 從中國的20年代 跟鈴鐺、鈴鐺、鈴鐺、 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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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他們買了自己的家 提案10號釋放在美國的夢中 在購入一個家 以及很多的社群人都想要 就是一個地方叫家庭 一個地方叫做家庭 一個地方叫做家庭 從事房地產業的少凱傑提到 10號提案沒有資金措施 來解決可負擔住房問題 而且提案將會使屋主 支付更多費用給地方的管控部門 他認為租金管控應該造福有困難的人 而不是成為一個被廣泛用來撈油水的系統 大海談到 大海談到 10號提案也可能為政客中保私囊 而且沒有確切法規保證政府將會把收到的費用 進一步用來造福租客 新南記者王滋意 洛杉磯採訪報導 週四 印尼的失航航班墜海事件搜索工作進入第四天 失事飛機首個黑匣被打撈出水 調查員希望藉此能夠找出飛機墜毀的原因 週四 上午 印尼海軍陸戰隊潛水員 打撈出失事飛機黑匣子中的飛行數據記錄儀 並全力搜尋另一個黑匣子 駕駛艙語音記錄儀 我們能夠把所有的東西都發生 因為我們將會知道 怎麼會發生 週一 失航JT-610航班起飛後13分鐘 與地面失去了聯繫 專家分析 飛機當時高速墜入海中 墜毀前飛機並沒有發出求救信號 但飛行員曾在起飛後要求返回機場 截至目前打撈人員只打撈上一小部分飛機殘骸 和乘客的個人物品 巡獲的56代屍體殘骸 已經移交給印尼警察總部醫院進行身份鑑定 一架水下無人機探測到一個物體 據推測可能是飛機主體的一部分 如果是 那麼大多數遇難者的 屍體殘骸都會被發現 新唐人記者王羽音綜合報導 川習通話 美中貿易摩擦 或有緩解的希望 美中貿易摩擦持續 日前 中共當局承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在此背景之下川普和習近平週四的通話 受到各方的關注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認為 美中貿易關係將有改善的可能 美國總統川普週四在推文中說 我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一段很長也很好的通話 我們討論了許多話題 貿易占很大比重 這些討論對我們將在阿根廷G20峰會的會面有很大好處 對於朝鮮的討論也很好 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週四表示 如果中國按照國際管理形式 美國加征的關稅可以去除 他還說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 經濟發展正在放緩 週一 川普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美中將可能達成一項貿易協議 但若無法達成 美國已準備好第三輪 對所有剩餘的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 價值2670億美元 川普稱 在美中貿易戰 中國受到的打擊和壓力更大 因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要大於從美國的進口 目前中國經濟放緩 而美國經濟景氣 新唐人記者王宇因綜合報導 最近 美國康奈爾大學中斷了 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術合作 相關報告指出 中共影響之下 美國精英大學和學者的自我審查 普遍存在 正假呼籲各大學要聯手應對 捍衛言論和學術自由 一直是美中交流中的敏感議題 美國新共和雜誌9月初發表 學者時雨的調查報告指出 美國精英大學在研究和涉及中國問題時 自我審查幾乎已成為一種流行病 漢學家林培瑞認為 自我審查的最嚴重代價是 影響美國公眾對於中國的正確理解與認知 他描寫中國要是只用一些北京歡迎的字眼 或者北京歡迎的題目 那當然是給學生和民眾一種不全的印象 中國不全只給他一個好的一面的 差的一面的看不到 時雨在調查報告中指出 目前西方學者和機構增加自我審查 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中共影響力上升 美國大學擔憂一旦惹惱中共 再不能進入中國進行研究 損失會更大 二是中共對國內外言論自由的打壓 越來越嚴重 第三美國大學在經濟上 越來越依賴於中共 也許冒險你上黑名單 或者你下次到中國去 有些研究機會不給你了 這代價是有的 可是歸根結底最重要的任務是說真話 曾任康奈爾大學校董的中國問題專家 張家敦指出中共直接干預影響美國校園 主要是通過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以及孔子學院兩個機構 他們的一些活動不僅侵犯學術自由 也侵害到美國的主權與法律 我認為學生學者必須維持 他們的責任 保護學生學者和學生學者的自由 我認為這真是重要的 關鍵可能是要教育那些大學裡的 副校長的代價在哪兒 我們希望學生學者可以做更多 和學生學者面對抵抗的問題 去幫助他們推廣好研究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脫歐協議遲遲難達成 金融機構紛紛流後路 最近 《泰晤士報》報導 英國和歐盟達成臨時協議 允許英國在脫歐後 繼續擁有歐盟金融市場准入許可 但是歐盟和英國政府最後都否認這個說法 金融業是英國經濟支柱之一 2017年 金融業產出佔英國GDP的6.5% 其中一半來自倫敦 作為全球貨幣交易中心 流入和流出倫敦的資金 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多 很多歐盟外的國家金融機構 把英國作為進入歐盟的跳板 將歐洲總部設在倫敦 因為擔心英國沒有達成協議就脫歐 美國銀行 瑞士信貸集團 花旗銀行 摩根士丹利 高盛 匯豐等大型金融機構 都已經計劃將歐洲總部或大批員工 轉移到其他歐盟國家 德意志銀行也將把數千億資產轉回德國 所以 當週四媒體報導說 只要英國在金融監管方面和歐盟同步 英國在脫歐後就將繼續擁有歐盟金融市場准入時 金融業大大鬆了一口氣 英镑對美元上漲0.5個百分點 但隨後 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耶 在推文中表示 這個消息是誤導 強調只有歐盟才能決定 授予哪個國家歐盟市場准入 但他也表示 歐盟已經準備好 就金融監管和英國進行密切對話 英國首相梅則對金融時報表示 這個消息是猜測 他的一名助手表示 進行建設性談判和宣布協議 已經達成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 在脫歐談判過程中 經常傳出消息說 有根本進展了 但結果並不一定這樣 英國脫歐大臣拉布曾經表示 在10月份的歐盟峰會上能夠取得進展 並且在幾個月內能夠達成協議 歐盟委員會主席荣克也說 11月底之前能夠達成協議 但是在10月的峰會上不但沒有取得進展 歐盟甚至還取消了專門為脫歐召開的 11月緊急峰會 說等有了進展以後再開會 各種各樣的消息很多 不少企業已經找到了對策 比如花旗銀行就明確表示 不打算等待脫歐談判的結果了 無論怎樣 他們都繼續擴展英國以外的業務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接下來帶您看到今天的財經新聞素描 如今 消費者不太有熱情 為每年改進一點的軟件和相機功能 而更換手機 手機製造商認為 讓屏幕可以像書本一樣折疊的智能手機 可以再度激發市場的購買域 蘋果公司等全球至少5家暢銷手機製造商 已經尋求獲得折疊屏手機專利 這將成為智能手機時代開始10年以來 手機屏幕的最大設計進步 幣和幣拓宣布將通過股票回購和特別股息 向股東返還104億美元 受此消息鼓舞 幣和幣拓在澳大利亞上市的股票飆升 自10月底的近6個月低點反彈約5% 此前 礦業類股在全球股市下行壓力中下跌 紅牛墜山賽 山地車手炫技 觀眾捏把汗 紅牛墜山賽是全球最為驚險刺激的極限運動比賽之一 今年的比賽是在美國猶他州的沙漠地帶 車手精彩的表現 讓觀眾拍手稱快 今天的新聞放輕鬆 一起來看一看 來自加拿大的山地車高手李德 在這次比賽中寂靜四座 一開場 他就來了一個360度回旋 緊接著 他又玩了一個連續下坠 隨後 他高速順著一條小道下來 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 來了一個360度後空翻 引來一片歡呼 李德駕馭著他的山地車 在山谷間時而俯身下沖 時而騰空而起 而觀眾也隨之時而摒棄名神 時而拍手較好 明明是危險無比的舉動 然而在他做來卻如蜻蜓點水般的自如 不過 比賽時 李德也是精神緊繃哦 最終 李德以89.66分擊敗了來自西班牙和美國的兩位競爭對手 一舉奪冠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接下來 一起來看本週的灣區周末好去處 就今生公共圖書館之友的年度大型圖書特賣會 讓你以超低成本回歸看書的傳統 現場除了紙製書籍 還有有聲書 CD DVD等其他類型 總量達50萬 東灣奧克蘭的拼布手工藝術節 拼布是指將不同顏色和圖案的小塊布料拼接起來的手工藝術品 活動由來自150多家本地製造商和食品工匠提供的工藝品和其他商品 比如手袋 配飾 珠宝 家具用品以及美食等 南灣帕洛阿圖陶瓷藝藝展將為大家帶來獨特的陶瓷產品 從傳統的老式陶棍到現代的裝飾品面面俱到 品種包括面具 雕塑 插花器皿 食用陶器 圓林藝術 節日主題飾品等 國際南亞電影节 從實際內容來看似乎更偏重國際 因為除了印度 斯里蘭卡之外 還有來自巴基斯坦 澳大利亞 加拿大和美國的作品 不過重頭仍然在印度東北部以及爆萊塢的電影 在中國古典文化中 菊花是四君子之一 本周末在南灣庫伯蒂諾的菊花展 您將見識到一些罕見品種的菊花 部分盆栽菊花還現場出售 另外還可以參加投票 選出自己最喜歡的花卉設計 東灣布萊森頓的草群舞競賽與文化節 號稱是夏威夷州以外歷史最長的草群舞文化節 活動現場除了草群舞競賽 還有夏威夷藝術和手工藝品 美食 傳統文化展示等 新唐記者宇偉綜合報導 感謝收看今天的今日灣區新聞 再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